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没有彻底终结 只是在各方的劝说下暂停了 说不定哪天一个不小心 他们俩又打起来了 更值得一提的是 当年韩国人压根就没在这个协定上签字 直接签了字的只有中朝美三方 这就更给了朝鲜仇视南方的正当理由 所以自打那时候开始 心有余气的韩国人 就再也没让美国人离开自己家半步 而天生傲娇的朝鲜人 也从来没让半岛消停过 凭借着自己手里内 一不怕死 二他不怕死得很难看的强大陆军 小军同学的爷爷 曾经做过挥师南下统一江湖的吗 但是到了八十年代 南北之间的差距 它就越来越大 这就让朝鲜的红太阳金日成统治 深刻认识到了统一南方 已经希望不大了 那如何保住北方不被南方所灭 才是将来的工作重点 要落实好这个工作重点 就意味着 它必须要建设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有了这个国家机器 对内可以管教不听话的小伙伴 对外可以粉碎帝国主义的疯狂反扑 从而保证自己家族企业的长治久安 可是自己他毕竟不是一个有钱人呢 如果养活了一支强大的军队 那么老百姓的日子肯定好不了 如何向老百姓解释 两边早已经分了家 但是却要养活一支强大的军队呢 那就是告诉他们 韩国和美国是我们最可怕的敌人 而且光说不行 还要时不时的主动招惹他们 只要对方有任何言语或者肢体的威胁 那么金同志就有了最好的理由 让老百姓们勒紧裤腰带 优先卫捞军队 这个就是朝鲜的先军政策 从小金同学的爷爷到他的父亲 都是这么做的 效果当然是比较显著的 朝鲜的面积就那么一点 但是他们的总兵力 却达到了一百万之多 要知道那位敢单挑欧盟 横行地中海的普京大帝 他手里的兵也才八十万不到啊 话说家族生意到了小金同学的手上 工作重点依旧没有变 还是要让这个家族产业继续经营下去 因为除此之外 他别无选择 如果这个摊子倒了 他没有好下场 待在朝鲜 能善终的可能性很小 而要是想逃的话 还真没几个地方可以去 因为那时候估计他是个官司缠身的人 能顶住国际社会的压力 收留他的国家实在是不多的 所以他唯一能做的 就是克服一切困难 把这个生意替父辈和自己守下去 如果单纯地从外表去看 小金同学这几年的政绩也不算差 在大家齐声喝倒彩的日子里 他大刀阔斧地砍了不少不顺眼的人 稳住了政坛 经济也没有差到太离谱 如今他家既不像维尼瑞拉那样乱成一团 也不像中东那样乱仗打成一团 如果能保持和平和稳定 生活他终究会一天一天的变好的 那作为一个爱笑的人 他可以一直笑下去 但是和平稳定 对于他的家族生意反而是不利的 因为风平浪静久了之后 他身边的小伙伴们心里是难免犯嘀咕 这帝国主义好久没动静了 难道伟大领袖跟他们签署了 和平共处五小原则了 那是不是军队需要精简一下呢 这人心一散 队伍可就不好带了 队伍不好带了 那他的生意也就失去了安全保障了 所以这局面一旦过于和平 小金同学就希望对方能够主动搅局 如果没人搅局 那么他自己就会动手了 今年他的第一次搅局发生在2月12号 那天距离美国总统川普上任 还不到20天 对于川普而言 20天也就是刚刚跟白宫的工作人员 混个脸熟而已 其他的工作流程依旧还比较生疏 那天晚上 川普正坐在饭桌上 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谈笑风声 可是没想到啊 这小金同学发射了一颗 他压箱底的导弹 这枚导弹先从发射筒里弹出来之后 再点火并且垂直升空 向上飞爽了 飞够了之后 才调转方向 调进了日本海里 这事一出 川普和安倍当天的晚饭 他肯定是都没吃好 新任总统川普 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应这件事 在安倍晋三发表完 他绝对无法容忍的抗议声明之后 川普 腼腆的说 我全力支持旁边这位日本朋友 但是川普心里并没有底 因为很快 他们和韩国之间 有一场迄今为止 最大规模的演习要搞 而且性能彪悍的萨德系统 也在积极推进当中 到那个时候 呵呵 您今天让我吃不好饭 到时候我让你睡不好觉 这个名字叫做关键决断和药英的联合军演 韩国和美国每年的三四月份都会来一次 而且每次都宣称史上规模最大 也就是说演习的阵势确实是逐年膨胀的 虽然美国自称演习是为了加强韩国应对外部袭击的能力 是为了加强彼此的配合 但是朝鲜看来 他不这么看 对于躲在平壤的宫殿里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小金同学来说 美韩的这个活动 就是在以各种方式练习如何消灭它 就是冲着把自己的家族产业搞破坏来的 所以他每次都很不开心 但是他貌似从来都没有被吓住过 除了谴责抗议之外 昂贵的导弹也是说发射就发射 眼睛都不眨一下 因此完全可以负责任的说 每年美韩之间这个演习进行的时候 就是朝鲜半岛局势最危险的时候 也是江湖盛传要打仗的时候 今年这个气氛被渲染的比往年都要危险 主要是因为今年的演习规模迄今最大 时间也是最长的 而且跟美国政府新的这一届领导班子相比 上一届脾气要差一点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今年联合军演的规模 它到底有多大 两国的参与人数差不多有30万人 美军出动的武器装备 有卡尔文森号核动力航空母舰 B-52轰炸机 B-1B轰炸机 F-35B隐形战斗机 除此之外 还有大量舰艇和装甲车辆 这么多人带着这么多装备 在一起玩两个月 而且花样还特别多 有直接模拟取小金同学性命的 有模拟登陆去小金他们家的 有拦截小金的核武器的 有直接摧毁小金导弹基地的 他们这样搞事情 可是没好好考虑过小金同学的感受吧 为了在自己的下属 士兵和老百姓面前 表现出无所畏惧和英明神武的一面 小金同学毫不手软 他在这两个月里 总共发射了五次导弹 还搞了一次 大功率火箭发动机的点火试验 并在他爷爷生日那天 举行了一场地动山摇的阅兵式 后来又把阅兵的画面拍成视频 跟一段摧毁美军航母和白宫的画面 剪辑成了一个宣传片播放 估计他们自己看着特别解气 小金的这些举动就让川普下不了台了 那无论是作为土豪的川普 还是作为美国三军总司令的川普 他对任何事情 任何人都是无所畏惧的 比如敢单挑整个欧洲的俄罗斯 他不怕 敢单挑整个阿拉伯的以色列 他不怕 敢单挑全世界的伊斯兰国 他也不怕 想骂就骂 想威胁就威胁 但是这一次 美国出动了那么多那么吓人的装备 而且在三月份 把萨德系统都打包运到韩国了 但是小金同学 这个比他女儿都小的小朋友 居然就毫不畏惧 一点面子都不给他 这就让川普很被动 一时之间 全世界的目光都盯着半岛和他本人 看他要怎么处理 这事对于川普而言还真不好处理 如果他真的一声令下 让演习部队假戏真做 那么朝鲜完全可以不顾美军的攻势 朝着韩国方向万炮齐发 最终这朝鲜他肯定是会被拿下的 但是南北双方可能会有一百万人的死伤 我国辽宁和吉林也会涌入大量的难民 这个结果中韩双方都无法接受 这话又说回来了 美国真的担心朝鲜的核问题吗 他们连我国的都不担心 怎么会担心朝鲜那点玩意呢 这朝鲜可是他在东亚存在的最大理由 真要是一怒之下不小心给解决了 那以后还怎么好意思在东亚混下去呢 对面的小金同学和他的伙伴们 也是瞅准了这一点 所以摆出了有恃无恐的姿态 对于联合国的制裁也是无动于衷 想骂人就骂人 骂得不过瘾了 导弹分分钟来两发表示抗议 不过川普毕竟是新人 不能在一个新人做事风格没稳定下来之前 就过分的挑衅他 否则保不准出现意外情况 而且4月7号他刚刚发射了59枚导弹 摧毁了叙利亚政府军的一个军用机场 所以小金同学这一次还是比较聪明的 虽然狠话继续说导弹继续发 但是没有让局势变得更紧张 那些发射失败的导弹 让美日韩松了口气也开心了两回 而发射成功的导弹 也完全没有接近演习部队的意思 算是游走在红仙的附近而绝不踩踏 关于他的聪明 后来也得到了川普的公开表扬 后来川普终于还是找到台阶下了 也就是在他用导弹打击叙利亚的那几天 我们老大正好去美国和川普吃饭谈事情 这次会谈之后 上到川普本人 吓到他的幕僚们都在不同的场合放话说 中国会帮助他们解决朝鲜问题 中国是好样的 于是这个球就这样踢到了我们这边 咱们老大在饭桌上的承诺在先 那么国内的媒体和粪签们也不会因此抗议 川普他是吃准了这一点 这也算是他的外交胜利吧 而我们还没解决呢 他就大喇叭到处宣传 说我们要帮忙解决 这也太不厚道了 这一点准备的时间都不给 朝鲜听到美国人这样大喊大叫之后 一连好几天 以某大国的字眼 对我们进行冷嘲热讽 到最近这几天 直接点名批评了 用词呢 也是相当的不客气 那么咱们到底是怎么帮助解决问题的呢 咱们的外长 外交部发言人 和其他相关任员 最近反复的说了那些 听着很熟悉的话 那就是说咱们希望各方保持冷静 不要让局势恶化下去 要通过对话的方式解决问题 虽然这些说法没有什么新意 但是对于朝鲜那边来说 也没有比这更好听的了 虽然这些说法没有什么新意 但是咱们不但接了川普的球 而且把这个球也算是按到地上了 美韩的这次军演 已经在十天之前宣告圆满结束了 估计这会儿战场也打死的差不多了 当美国的航母 核潜艇和各种飞机都撤离之后 半岛会再次恢复它往日的宁静 美国人这一次 不但在中俄家门口炫耀了武力 还成功的把萨德系统 部署到韩国 并已经投入使用了 可以说收获最大 韩国在美国的带领下 秀了肌肉还免费得了一个萨德系统 收获也不小 那作为一个只有34岁的80后 小新同学经历过这次考验 他会更加成熟 以后朝鲜军队的实力和他的核武器 也会朝着更强的方向发展 收获也不小 那么这场闹剧散场之后 我们收获了什么呢 好像什么都没有 好了 咱们今天就说这么多 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或者说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简单 关注并发表评论和意见 我们的另一档节目 局势军的政治课也即将上线 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 局势很有趣 获取最新资讯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明年真正的高明年 感谢您订阅 emas こиче旁 folded